大家好,今天就是闲聊一下 在社区有位定友跟我说 叫我聊聊中国国足和李铁的事 其实关于足球我是很乐意聊的 欧洲辈的时候有定友叫我聊聊意大利 我就在社区写了很长的一篇帖子 分析了一下意大利的战术 但是最近几年的中国足球 我实在是不想聊 因为老定友都知道 我的频道不聊政治 什么叫政治呢 从广义的说 人生活在社会上 事事都是政治 但是如果采用这个广义的定义的话 那就什么都没得聊了 所以我采用的就是狭义的政治的定义 狭义的定义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 政治就是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 所以这方面我是不会去聊的 在我的频道里 你不会看见我对国家政策 以及政治人物的评价和探讨 根本的原因就是 我对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叫我聊最近几年的中国足球 我也没兴趣 中国足球市场这几年的红火 倒崩盘 都是政治 国足又成立了党支部 出征之前还要发什么 红心闪闪照我去战斗之类的红书 连外教也不例外 很多普通人或者不了解的球迷 以为中国足球的领导 是中国足协 了解一点的可能觉得是体育总局 其实都不是 2015年成立的 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的 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 这才是中国足球的领导 都到国务院这个级别了 我还聊啥呢 所以在昨天四域赛十二强赛 中国0比1输给日本的比赛之后 主教练尼帖在新闻发布会上 喊出这样莫名其妙的口号 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中国国家队的教练 就应该由中国人来担任 可以只有中国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希望 而且我们希望 真心希望这个国家队 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也需要我们说一切来努力 听了这段话 我还以为 昨天是中国队赢了呢 可能有定友说 不聊足球市场和足球发展 可以聊聊国足比赛的战术 其实说实话 掰开了揉碎了 也不是不能聊 就像我在油管 很喜欢的一位博主 叫做理性分析 他会把每场比赛 掰开了揉碎了 详细的讲战术 这种风格我也挺喜欢 但是看看中国队 这两场的场面 打澳大利亚 36%的控球率 八角射门 零射证 打日本这场 30%的控球率 三角射门 零射证 两场比赛 180分钟 你一脚在门框内的时候 门都没有 我去分析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气瘦吗 所以 虽然我很喜欢聊足球 但是最近几天在中国足球 我实在是不想聊 作为一个老球迷 对国足的态度就是 比赛还是看 赢了高兴一下 输了关键是睡觉就行了 就再说说国家队的主教练李铁吧 他当球员的时候 我是相当喜欢的 虽然当初他跟李伟峰 是靠科剑的赞助 去了英操的埃福顿 但是他还是靠自己的实力 在埃福顿打了一个赛季的阻力 他的特点就是 跑动能力强 覆盖面积广 防守特别好 但是在进攻上 有一点操 但是那是时代的局限 那个时候 他在亚洲 也算是顶级的球员了 他在中国足坛 留下的段子也特别多 最有名的 就是换尼铁 这个梗 有时间 我可以详细的聊一下 今天就不在这里详聊了 后面 他当了国家队的教练 我就没那么喜欢了 整天跟主席主席 一起出来喊口号 虽然我知道 这也不是他能决定的事 这次打完日本之后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口号 我是觉得莫名其妙 记者只是叫他评价一下 下一场比赛的对手 越南队 又没有质疑他的执教能力 又没有说 要用外教来换他 他莫名其妙的喊出 只有中国人 才能当中国队的主教练 这种口号 我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为了避免有人说 我断章取义 我会把离铁喊口号 这一段发布会上的完整视频 贴在最后面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一期会更新 中国散打的发展历程 第三集 看看中国散打 是怎么到了巅峰之后 突然就没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这是一个领导比赛 不是相关的问题 因为明天在做中国队的表演之前 我们会对外面代表 中国散打的这个 反正舞赛 然后我们今天的最终 日本是在那里 明天是这个 代表会 然后我们改造前军 那么下一番 我们最终 越南的他的表演 现在是韩国 但他也是明天要去的 在那 他希望这样的一个表演 那么 你们就这一切 这个一切 我不想评价其他的国家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讲 我从踢球的一天 我们教练就问我们 谁想进国家队 我们所有小朋友都去受 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国家来踢球 我很幸运 我为了国家 踢了将近100场比赛 现在我作为 不管是球队的工作人员 教练 助理教练 主教练 我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比赛了 我觉得中国国家队的教练 就应该用中国人来打电 可以只有中国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希望 而且我们希望 真心希望 这个国家队 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也需要我们说 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